八次了 每一次上课呢 如果你前面的东西 忘了差不多 没关系 我是建议回去再把它看过 像刚刚同学程式 我刚讲的虽然 都 其实不是很难的 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少那个一个步骤两个步骤 你就觉得好像 做不下去了 处处都变红色的字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细节没有注意到 那前面我都有讲到 所以我为了确保你们学习的品质 也就是你 忘了没关系 回去再练 再练 反正这一期课 你就是把该学的学完 你要再往上一层楼 比较会有机会 不然的话你真的很多地方盲点都没有 跨过去的话 就真的比较容易出问题 而且会 真的会觉得 其实看我老师做的很简单 为什么我一做就四处做问题 反正就熟悉 那回去的话 有些东西前面有讲过 像从第一次上课 有没有 增加那个 追踪最下面 有没有 前面都有讲过 而且怎么增加按钮 等等 这前面都有 那每一次上课都有一些进度 像我们之前有讲到什么 增加框线 有没有 在框线这里好像有增加了一些格式 什么多重格式 设定 就是什么底色 字的颜色 底色 框线 加粗体 这都在这里 逻辑的话 有一重 两重 多重 都在这里 所以回去 假如你对这部分已经忘了差不多的同学 找个时间吧 也许 那个 放 礼拜六礼拜天 闲来没事 如果你客厅有那个联网 有 像现在电视很多嘛 你就在客厅 像有些同学呢 直接就把我的影片放在客厅 他就坐在沙发上 听上课嘛 感觉蛮好 你可以放轻松 然后呢 再把它听过 最好笔电就放那边 再练习一下 有问题 你就暂停嘛 看一下那个画面 暂停做一遍 反正把它做到手为止 我想你慢慢这一期课程 应该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OK 这边的话提供一个参考 这边都有 好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把那个 最后一个按钮把它讲完 前七名 我希望怎么样呢 按个按键 自动帮我输出 这里面的话 总共有七行程式 那七行程式里面有五行 是前面都有讲过的 不外乎 第一个 程式 我要做这个前期里面的逻辑 其实是 由 判断 一栏里面 如果是什么呢 小于等于7的话 抓他的什么呢 他的这个 对应的 同一列的 A栏的资料 放到哪里呢 放到F栏 放过来 OK 大概逻辑是这样 那程式如何撰写呢 第1个 For I 等于第2列 到最下面一列 if 第2行 如果if 这个 E栏里面 Sales I列的E栏 如果是 小于等于7的话 找到了 做什么呢 Zen 帮我把 它 相对应的 I列的A栏 搬到哪里呢 搬到 F栏 可是问题 F栏 F栏我知道 可是哪一列我不知道 所以特别注意 哪一列 关键就在这里 他的 所以哪一列 F栏的哪一列 我多一个K的变数 这个K 这个名称自己取的 跟那个 什么拉K 现在新闻很多 那没关系 这个K是自己取的名称 你爱叫别人名称也可以 叫A也可以 叫B也可以 OK 因为常常有同学问说 老师是不是一定要叫K 没有 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你不要取一个很奇怪的名称 你也可以取一个中文名称都可以 你可以 取一个叫什么 叫F栏的列 可不可以 可以啊 F栏的列 只是 取这样的名称 会 怪怪的 因为变数名称很少人取这么长的 所以通常会用一个很简单的名称 但是不是不行 可以 而且可不可以用中文 可以 没有问题 要不你可以踹一下 我讲过啦 程式呢 是写给你自己喜欢 喜欢看的 那你要有写出来 是写出你的味道的话 那你会觉得这个程式是你写的 但是如果你全部都照我的方式造超的话 那永远都是写的是老师的程式 你就永远没办法跳脱 我的魔掌 因为所有写来写去 你就是只有在我的规则下 你才能够去做得出来 如果我没讲过的东西 你就写不出来 真的 目前在入门班的同学 他只能够在我 有点像如来佛 跟孙悟空 永远逃不出如来佛 那我当然很希望说你能够慢慢慢慢的 在了解我的规则之后 也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写程式 不过当然这个 是有点困难 不过我是觉得你可以把它设定一个目标 如果你那个目标慢慢达成 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OK 如果我当然很希望来上我的课同学 每个都能够出来把它吹 能够在工作里面每个人都能够 有一片天空 那我当然也会觉得 很有成就感 因为我教出来的学生 对不对 都是上吴老师的课 对 而且会口吼相传吗 你看我上这个课跟你没上这个课 我就跟你不一样 对不对 那你又怎么样 你就会觉得说 那一定要来上课 对不对 没有上课的就会感觉有压力了 真的 这个状况呢 已经发生在现实上 因为很多 来上我的课都是因为他的同事 上完课之后 变不一样了 所以呢他旁边的同事 就会觉得有压力 他会偷偷问说 你到底学了什么 去哪边学 那知道了 就直接来报名上课 OK 所以这也是正向循环 这也不是坏事 OK 所以刚刚 重点就是 这个K 这个K的名称 那因为他 从第二列 所以我等于2 预设值 也就是说他先2 那什么时候要让他往下 因为K不能一直往 不只是第二列 你要让他往下是找到一个 并且放过去之后 再把K加1 那K怎么加1呢 K等于 K加1 那这个K等于K加1 是把他加了1之后 丢到前面 所以他本来2吧 2加1之后 丢回来就变3了 把他盖过去嘛 所以变数跟 那个剪贴簿很像 剪贴簿是复制 他把前一次的盖掉 盖掉嘛 所以这个变数 实际上也会盖掉 盖掉 应该看得懂这个逻辑啦 好 程式就写完了 我讲完了 但是程式也写完了 只是怎么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逻辑如果有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基本上 第1个 其实基本上呢 就是写一个K加1 K等于2 K等于2意思就是说 我将来要输出到F栏 这个位置 是从第2列开始 For I等于第2列去找什么呢 找1栏里面 所以这个 这个刚前面有写过 甚至你可以把上面的东西 复制贴下来改 如果1栏里面小于2 的话 那我怎么样呢 把它同样的A栏的资料 搬到哪里呢 F栏的K列 有没有 OK是这样写的 那个概念应该有吧 后面东西搬到前面去 后面的东西搬到前面 还有一个同学问我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 老师那我可以把前面的东西搬到后面去 当然就不行了 因为这是规则 这是比尔盖茨定的 那就照比尔盖茨吧 OK 因为那个 微软 毕业带是创的 所以你会发现 事业首富 他到目前为止 还是事业首富 为什么 因为他创了一个规则 让别人去follow OK 所以 能够赚大钱的人 其实通常是创立规则的人 而且你还没办法改 而且你还要一直学习 你要学他的规则 这才厉害的地方 OK 所以软体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他是没有本钱的 没有本钱的生意 不用花半毛钱 所有都是 设计 如中生有出来 这个居然可以卖钱 那以前没有人 一般人没有这种观念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观念 越来越 普遍 而且软体的价值越来越高了 以后如果你没有软体 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很多事情 因为你要用人工来做不可能 OK 好那这边的话把资料搬过去 记得K等于K加1 为什么 因为你要继续往下一列 如果你不把它加一列的话 他会变成一直跌上去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刚刚 这个K没有K加1的话 假设我输出会结果会怎么样 按下这个 请问结果会如何 如果没有K等于K加1的话 因为K容易等于2 那也就一直 怎样 跌到 跌上去 所以你会发现 我按了一个8 他一样会跑 就是跑跑跑跑 跑完之后的话 假如他输出一个 把他这个地方 输出一个之后 12对不对 那下一个呢 又找到了 21 再找到 所以他一直输出到哪里 第2列 资料呢 盖掉了 没有了 就跟剪贴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保留下来的话 记得要 要把他K等于 让他往下一列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 假如我重新再输出 他会 第1个 放第2列 第2个 放第3列 Ease推 应该有这个概念吧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把这边的资料 搬到那边去的话 同样的这种写法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因为我这个写法的话 不只在这边用 其他地方 只要想要把这边的资料 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 写法大概都这样 都差不多 OK 所以 其实 有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 只是多了几个地方而已 所以像这个城市里面 你会发现 大概 其实除了 这两个吧 其他都跟前面的还蛮像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试着把那个 前7名的这个程序 试着写写看 OK 那因为这个程序 是我用我自己的逻辑写出来的 那如果将来你可以有自己的逻辑 你也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 因为我想 程序当然越短越好 另外的话呢 越直觉跟前面写过的差不多 越好 不要改变太大 所以我写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程序 当然未来如果 如果你想要改变它 变成你习惯的那个样子的程序 其实我 都 不反对你们去改程序 因为呢 其实 你们要把程序写好 一定要先从学会 修改 别人的程序开始 你要知道 动哪边 才能变成另外一个效果 所以没事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希望把VBA学好 一定要花时间 去修改 别人的程序 看你爱怎么改就怎么改 反正写完之后 试试看 反正 换一个东西 看看有没有什么 别的效果 那如果你这些都有去做的话 我相信 你将来在处理 那个 VBA的问题 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前七名的这个程序 试着把它写